WHO世界衛生組織緊急委員會 22日晚間將開會 投論是否定調宣告為 國際公衛緊急事件 截至22日 境外移入確診病例有7個地方 日本一例 韓國一例 泰國四例 台灣一例 美國一例 今天22日 澳門與香港各有一例 確診病患大多數都是中國公民陸客 不過台灣 美國泰國各出現一名本國公民染病 這是新的病毒 所以我們不知道 你真的有病毒 像一些病毒 你可能會感染症幾天 之前你會感染症 我們還不知道 所以這是一部分 學習新的病毒 我們已經知道 這幾個月半 確診的三名非中國籍病例 都有武漢旅遊室 包括在武漢的台灣商人 美國30多歲的台灣居民 泰國籍73歲女性 一月都曾到武漢 三人都在隔離治療 泰國 美國 台灣 都強調機場旅客篩檢措施 沒有出現人傳人病例 22日 香港 澳門都通報確診病例 澳門病例是武漢的陸客 滯留賭場一整天 消息衝擊博弈類股 香港病例是搭高鐵的陸客 菲律賓也傳出疑似個案 12日抵達菲律賓宿務室的 武漢五歲男童有疑似症狀 檢驗結果預定23日出爐 不知道怎麼回事 中國的官方的媒體報導 跟網路的媒體民間報導 完全是很不相互合的 到底要相信哪一番也不清楚 但是從現在目前來看 這種蔓延還蠻快的 只要是武漢出來的飛機 人家都很怕 仰賴中國遊客觀光為一生的北韓 22日宣布將暫時關閉邊界 不讓遊客進入 世衛組織22日將決定 是否宣告為國際公衛緊急事件 世衛曾做出五次類似宣告 代表疫情有擴散風險 需要立即採取行動 境外移入病例的國家 都受邀參加了會議 卻獨缺台灣 中共排擠台灣的現實 又一次被國際主流媒體關注 新唐人熱帶電視張東旭 台灣台北報導